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 今天 我要你说一个 Spend Wisely at Good的故事 他是喇喇吼 今天他兴许来说 要换一点帽子 当车拉闲之龙 所以我就好心让他选我的帽子 看看有什么他喜欢的 就送给他啦 结果他又要嫌弃我 他就自己跑去刷IG 好时不时 他看中了这款 他连人家牌子名字 都不懂怎么样念的 Brand的帽子 哇 一个要整千块了 他没有钱可以买 他就跑来找我求救 说当不当得了车拉闲之龙 就全靠这顶帽子 可是他不懂哥 我全用的只剩颜值 我要怎么样帮他 那为了不要让他就去那边烦我 我决定出手DIY这顶帽子 送给他 那今天这18进实验室的实验 就非常的简单 你只需要以下几样道具 只要你稍微有点天分 看完这个影片过后 你大概可以开店了的 现在要传送你的 是这整个DIY的精髓 也是每个男人必须要懂的一个技巧 基本上就是把线穿过针头 然后打十节 那这个东西是非常的需要耐心 还有很强的专注力 一次差不多插两次 两次差不多插三次 如果你只插都插不过去的话 你还可以用口气填一填 让他润滑一下 它就容易过去的 那如果你不是要show off给人看 其实你可以用刚刚我跟你讲的 那个裁缝盒里面的这个道具 那只要有它 穿线是喜别简单的 那每个男人一定要懂 怎么样穿线 因为会穿线呢 就证明你会缝衣服 因为这样你爱的人 才会很愿意让你扯烂他衣服 因为他知道 你有本事缝回去 接下来就需要三样东西 就是刚刚准备好的针线 拉链 还有这个包包的钩了 那基本上就是把这条东西 插进这个东西 然后给它对折半寸 再用你刚刚准备好的针线 把它缝起来 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洞不能乱进 竟然很可能就没有回头了的吧 你这样本来一定知道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帽子拿出来 把后面的魔鬼贴打开 然后把这个拉链掏上去 然后再粘起来 这时候你一定也以为 我要讲 如果这样容易给你猜到 我就不是fashion boy了的吧 我就觉得这个鸭嘴帽的这个鸭嘴 好像有点太空 所以我决定打洞洞 就打两个洞 为什么两个 好事成装吗 去买一些前纸的mini ring 那它们的用途 就是拿来善后的 是不是shake到不要不要 那戴这种有尾巴的帽子 你的穿搭一定要干净利落 因为穿得好看的话就全自了 穿得不好看的话就黄飞红 而且走路不可以那么样摔 不要带着大鸟走路 如果你没有什么idea怎么样穿 你可以像我这样穿 感谢观看 结论是潮流是留给有钱人玩的 我们就负责引领潮流 其实DIY也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它的本意不是要做山寨版 而是在从中的让你自我启发 并避免你花冤往前 而且你看Lala好多么的开心 当你知道有人欣赏你的作品的时候 你心里除了有满满的成就感 你还是会觉得西北酸的 是不是 那因为这样子 我更加肯定的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创一个我自己的品牌 我知道了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好像便秘三天要通了的感觉 又来了的 至于那个 我就下一集再跟你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两次 看个八次 看你爱上我为止 也要like我的page foto我insta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就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